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2组的赛事 今天对赛双方为甲方华英中学 以及越方加密柏宇中学 现在请我介绍双方辩元 首先是甲方主辩杨运琪同学 第一副辩潘正文同学 第二副辩汪嘉胜同学 以及杰双余明慧同学 接着来是越方主辩周梓晴同学 第一副辩刘泯仪同学 第二副辩吴建俊同学 以及结变梁沛宇同学 我们很高兴可以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比赛评分 首先是廖宝山纪念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 许晋阳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以及専严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胡浩江先生 大家好 接着来是可峰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李梓正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变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 越方主辩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甲方一副接触发言 待越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会进入结变的环节 除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次发言时间前30秒 结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则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则会连丁数下 丁丁丁 详细的赛规已发布于各参赛学校 请问对赛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而其實世人都一直有幻想過不同形式的虛擬世家家 遠至古代莊周夢碟所指的夢境 又或者近接電影二十二世紀殺人網絡系列裡面的電腦程式都好 其實這些都充其量停留在文化製作裡面 但是今天講的是若果驅迎世界轉化為現實 我們應該要如何面對呢 由於變題今天未提供足夠的資訊 所以其實相關都不知道今天變題討論的是哪一種虛擬世家家 但是即變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在變題裡面的設定知道以下兩件事 第一,變題的主角是一個擁有自由意志的人 所以他可以決定說或者不說 而進一步也證明了虛擬世家裡面可能同樣存在著其他擁有自由意志的同類 第二,虛擬世家裡面大眾並沒有將活著虛擬世界的事為現實 否則是否公諸於世都不會對大家造成影響 基於以下兩大前線,決定會否公諸天下就要考慮得知了這個這麼重大的消息之後 對個人的影響,以至公諸天下之後對社會的影響 而我方認為今天要公諸天下基於以下兩大前線 第一,公諸世界比隱瞞真相更加能夠減輕心理不單 大家日常生活裡面不論是隱瞞一些幾小小的事 但往往都會令大家心虛 產生內疚感和罪惡感 更何況我們說的是隱瞞活虛擬活在虛擬世界 這些這麼顛覆人類認知的真相 而這件事其實不單是關乎個人的利益 更是關乎全人類社會的利益 我講了出來之後,可能會改變世界的走向 可能會解放人類 所以我們不把這些這麼重要的資訊 收集在心裡面,眼白眼看著身邊的加入朋友 不知情地活在虛擬和謊言的世界 那麼這個心理的包袱 會否可以毀咎,是否每個人都承受得起呢 第二,每個人都有道德責任去將真相公佈天下 加上大眾思想自由和自己對自己生命的道卷 現時社會常常都充足著所謂的涉意的謊言 說作為了社會安寧,避免恐慌等等 而刻意隱瞞大眾 其實即使今次結局,大眾可能收穫得很開心 但依然是活在一個無知和憑悔之中 欠缺思想自由 其實這件事是對非常侮辱人的自由意志 要忠視自由意志 就是要尊重一個公眾的知情權 令大眾了解真相 從而可以掌控人生,解放思想的觸覺 就以一個現實的例子為例 1972年的水門說 當時華盛頓郵報兩位資歷上輕的記者 他們發現尼克遜總統在白宮安裝一個陷阱 他們即使是冒著市民 即使未必會相信他們說的話 乃至可能會被政府秋後選項都好 都選擇將真相公佈天下 正面就是因為他們重置一個公眾支持權 所以尼克遜總統因此而下台的都是 同方明白公告天下之後 可能未必會時事都好像水門案一樣 引致一個好的結局 但若然我們今天擔心受害的 擔心種種風險 膽膽去交代真相 就會連這個機會都給不到大眾的時候 永遠都會令大眾永遠地活在聯會之中 所以任何人在任何時候 尤其是涉及公眾利益 其實都有責任去交代真相 因此今天的新聞就關同學了 如果擔心公眾反應 若他不以選擇隱瞞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今時今日的所有傳媒 是不應該報道任何有機會導致公眾不安的新聞 令大眾永遠活在一個無知的世界 就是最理想呢 多謝各位 甲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來有請月方主辯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 有請先講可以 請問 師妹師妹看得到 請坐的 可以 請 請 再說大家好 有方開篇說 公告世界比隱瞞好 因為不忍心身邊的人蒙在鼓裏 所以就要公告天下 但公告天下是要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知道 但為何必須要全部人都知道 迫切性又何在呢? 其實有方今天是沒有說清楚的 按照有方的邏輯,凡真相就需要被公告 有方同學秘密是否不應該存在呢? 如果不是的話,有方選擇要公開的準則又是什麼呢? 堅施要去到什麼程度才需要公告天下呢? 請有方清楚說明 因此要決定應否公告天下 我們需要處理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知道真相是否等於需要公開呢? 第二,不知道活在虛擬世界又有什麼問題呢? 第三,知道了又可能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我方認為不應該公告天下原因有二 第一,對世界帶來不能夠承受的傷害 正如我剛剛所說,知道真相不等於必須公開 加州大學教授戴維斯指出 避免他人受傷害而不公開真相 並沒有違反知情權 因此,衡量變形的關鍵 應取決於公告真相對世界的影響 想問有方不知道自己活在虛擬世界 又有什麼問題呢? 原本不知道活在虛擬世界 生活一切如想 但突然被告知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一切變得不再一樣 當你在做你本來喜歡做的事的時候 就會開始懷疑究竟你的興趣是否自己真心喜歡的呢? 還是被預先設定好的呢? 開始迷失自我 發現連自己都是虛擬的 甚至是一堆被電腦製造出來的數據 看看眼前的景物 你會發現他們只是被放置的道具 開始質疑自己究竟是誰 懷疑眼前的家人朋友 都是一堆沒有感情的數據 你以為珍貴的回憶 可貴的情誼 都是被精心安排好的 開始懷疑身邊的人對自己的感情是否真實 更加會質疑付出的感情是否值得 連一切不論身處的虛擬世界環境好還是壞 被告知之後都必定會難以接受 哲學家索贊尼辛指出 人應該擁有不知情權 過度的信息對於一個過著充實生活的人來說 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 心理學家賴宇凡更指出 人如果經歷突發性的創傷 會對生活興趣減低、焦慮、易受驚嚇 對身體造成嚴重的影響 有方如何確保世界知道了這個真相之後 沒有人會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呢? 第二 對自己帶來難以承受的後果 將真相公告天下 其實自己都不免受傷 有方今天隻字不提說出來之後要承擔的後果 事實上說出來之後只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大家信和不信 我們先分析一下大家信 有方將自己的痛苦轉加別人身上 將自己承受不了 不知怎算好的處境強加別人身上 天下的人能不能承受 有方完全不理會的 如果大家信的話 天下人難免恐慌不安崩潰? 有方又沒辦法找到令世界上所有人都滿意的方法 最後就是有方一個人決定了整個世界的生死 這份責任自己根本不能承擔 如果沒人信的話 有方有沒有想過後果都可以很嚴重的? 哥伯尼當時提出地球是圓的 但沒人信他 他的家人朋友更加被殘害 他自己也受到嚴密的監視 說只是一時 但當說的後果是 令到受到社會大眾的冷嘲而奉誤解 更加可能被真實世界的人發現了你知道這個秘密 消滅你甚至是刪除整個世界的時候 你又能不能夠承受這個後果呢? 因此絕對不應公告天下 多謝各位 月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向月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月方主辯準備時間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月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向甲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及回答一次後 便可以回到甲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子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月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好 現在先請甲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作台上發問 如準備好請趕可疑 試麥試麥試麥聽不聽到? 請坐 可以 請 請評判代表各位再次大家好 按照今天郵方的邏輯 即是認為如果資訊說出來 可能會令人迷失擔心 不負受傷的話便不應該說了 那是否一些沒那麼好的消息 就如現在來說 疫情初期我們可能未有應用 解決不了問題 就不應該和大家說 乃至督倒核市 可能會有核洩 今天沒有辦法收復得到 就不應該說 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否認為 你將這些沒那麼好的事情說出來 就是等同於全世界跟你一起承受壓力 以公民認了一個新聞的價值 其實是應該取決於事件的好壞 你才會決定要是否給大眾滋情 謝謝各位 月方主並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定 請 請 是 是 ische 是 是 是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月方主辯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講可以 是咪,是咪 可以 並 各位大家好,首先感謝有方跟我的提問 有方今天就說,是否凡有人受到傷害就不應該說這個真相出來呢?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我們要看回那件事說出有什麼成效 例如說有方用疫情來做類比 但我們看到疫情公開之後可以令世界人關注衛生是有成效過 但得知虛擬世界這個真相之後能夠做到什麼有什麼的成效呢? 公開之後有什麼實質的成效,是不是會反抗? 想反問有方跟人用什麼方法走去哪裡呢? 有方完全不理的,今天只是打算把責任推卸給人家 把球拋給世界上所有的人 而有方又自己假設了逃出了這個世界之後 會比較美好,會不會將天下的人帶到一個更加痛苦的世界呢? 有方今天是完全沒有理會的 而且有方也說不到公告天下的迫切性 即是有方要強加不必要的痛苦在別人身上 請有方解釋一下成效是什麼呢? 說出來有什麼效用呢? 效用我們看不到,只是看到傷害 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告天下,謝謝各位 現在有請粵方自由派出一位變元作台上發問 如準備好請說可以 請粵方自由派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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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責任給別人和別人分擔, 別人想知道全部都是因為自私自己的出發點出發的。 想問右方,公布完天下之後, 你想這個世界有什麼改變呢? 好啊? 說是一大人逃離還是怎樣呢? 右方,其實對世界的改變什麼都不理, 對世界影響什麼都不理, 總之我盡了自己的責任就行, 世界發生什麼事我完全都無所謂。 想問右方,對世界有什麼影響呢? 多謝各位。 雅芳主任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訂閱。 雅芳主任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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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请答方主便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试咪试咪 可以 订 虽然有关我们的提问先 但是有关我们的认识先 其实你不要认为大众的心理 就好像你想到那么脆 听到这个世界是假的 就立刻自暴自弃 但是有关我们今天由头到尾 只是说只会带来伤害 但是你又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 又得到多少人会因为这样 而只是会带来伤害呢 而今天有关我们也不能够 确认到只能带来伤害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今天变形其实都没有戒定 所以有关我们可以说到只有伤害 我方都可以认为 可能会带来好的影响 例如改变人生 改变我们世界的影响 然后从而发奋向上 又或者想穿梭另一个世界 所以今天双方讨论的 不应该只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而是回到宏观来说 而今天我方认为宏观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 加回选择权给大家 让大家更加清楚知道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轮到甲方比较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时间准备 请先访可疑 请注意 请示范 先坐 或者知道了之後對自己的人生是沒有什麼影響 虛然世界的消息是會影響了全部人類的發展和利益 有方是憑什麼判斷他們的知情權 判斷他們人生的主導權 還有有方是否說 只要不說出真相大家就會開心 正如說謊的話會令人快樂的可以暫時奉悲 但是為什麼我們應該說謊的話 就是因為真實是社會認為重要的不知 就是社會認為主要的價值 其實有方今天都認同 社會介紹非要得的消息 公眾是應該要知道 只要個人不斷擔心和假設說完的結果一定是差 當有方假設說結果是好的時候 是否等於應該這樣呢 我見其實有方今天就沒有進度 雖然是論性責任 在論性責任 剛才又想問回有方 你所說的風險或者心理抗傷 其實有幾大可能發生 他為什麼肯定就會一定會出現混亂 嫌棄市民更加團結地應對這個新的消息 可見其實有方自己也不確定 他見到是講罪話的情況 那是叫極端的例子 另外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提倡世界是非要的說法 我可能有沒有看到他們會被人強烈的指責 肉等等 但其實大眾的知識的接受程度 在有方想像中高得多 有方所給的例子 但即使有方所給的都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 從長遠來說 香港世界的人其實會有這麼多時間去經濟以後未知的生活 從獲人生的主導權 香港世界的人加上變題主人風其實都是利大於低的風險 即使有一定的風險其實是值得我們去做的 我看今天其實也都明白了 變題主人風可能會遇到一些風險 就是不是有風險但要放棄真相 我們不可能用剛才有方所講的多瓦琳的例子 在中世紀時代的價值都屬地深處 也就是認為地球是攝守中心 而民族的時期 多瓦琳就是因為不想人類繼續被蒙蔽 不想人台頭仰望之空的時候 以為地球真是真實世界的中心 有時有方所講 知了可能對普通人的生活和影響 但繼續保持抗應一點 對人的求生精神是一種蒙蔽 所以科特尼才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將真實講出來 最終也會收獲無數支持者 無數科學家、哲學家願意幫助多瓦琳的宣傳 繼續研究 對現在的新聞學都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 因此有今日定位 狀出心上其實可以畫公眾知識和本項 謝謝大家 甲方第一副辯发现时间为3分09秒 无过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有请月方第一副辯 有三分钟发现时间 请先讲可疑 是吗是吗 可疑 正 最终的各位大家好 来到一副的位置 有一条问题想请问有方 究竟将世界在推移这件事公告天下之后 带来的结果是你多还是弊多 而听完有方的发现 不但发现有方都是围绕着人有知情权 来讨论今天的变态 现在我们就一一审视有方的论点 看看公告天下的必要性在哪 第一 今天有方主便已经强调公众有知 知道真相的权利 就是知情权 所以我们就必须将世界虚言事公告天下 今天有方就举了很多例子 来与我方类比 例如疫情 还有跟我们说报纸上都要公告这个真相 但是我们想一层 这些报纸和疫情我们是想做什么呢 我们是想追求公义的 但是有方今天就完全没有说过 究竟公告天下之后有什么成效 其实本来我们应该是很安稳地生活 但是就因为有方一句世界虚言的 就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令世界于混乱 是不是有方所说的道德责任呢 其实有方有没有想过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有方又知不知道信息都有分好坏高低之分 有方就说凡事要公众利益先走 但是有方的举动究竟是损害公众利益 还是有利公众利益呢 今天有方是要将残酷的事实公诸于世 我给全人类听眼神一切通通都是假的 我方主便已经说了权威 我们失去的不单单只是对世界的向往 和对事物的热乘 更加是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猜度和失实感 觉得所有人事物和感情都是镜花水月 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片虚雾 今天有方后终的知情权 是不是就要我们接受一些难以接受的事实 即使预知到所有人会受到如此庞大的心理冲击 精神伤害亦在所不惜呢 伦理学家福特纳情已经说过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思考死亡的问题 但当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之后 就会因为怕把这个消息一直放在脑海里面 支配着我们的心情和一举一动 我们也有知情权 但这样不是证明了在过度的信息里面 不许公告天下 是合理的吗? 第二 有方今天就说我们不应该将真相公告天下 因为如果我们不说的话 就会有愧疚 所以应该倒得责任说出来 但有方今天的责任究竟是具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呢? 如果有方深知事实会为我们带来伤害 但都是罔顾他人仍然将真相公诸于世 那说出来的一切后果究竟是否由有方来承担呢? 有方告知天下世界是虚拟之后 当有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原来自己的生活世界都是虚拟的 接受不了和其他人的关系都是虚假的 有方是否要将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呢? 难道有方心里面又不会觉得有愧疚? 如果只是射下责任 自己说了就觉得已经完成了这个道德义务 可以放下心头大石 有方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私 如果今天射方公布了天下之后是利多于弊 但还要偏偏告知他人造成伤害的麻烦 这些伤害由谁负担呢?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负便发言时间为三分零七秒 无故事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甲方第二负便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准备有请先说可以 是怎样听不见到? 是很清楚的 是可以 订 可以?我们今晚会见到 就是有關我即是甘利劇法講出事實大的後果 大眾不是我自身理會大眾的影響 首先我就覺得 可能我們講了這個消息之後會對大眾的心理可能造成傷害 又令它們不傷害這個世界 但有關我由實質的證據成為其他能力感 因為代表有關我覺得大眾的心理質素 就可以不知知人才會去任務實實幫他們做 但就好像現在我有伴侶出軌 我們的確知道之後有可能離婚接受不到很傷心 但同樣也有可能是他堅強才會對他貪圖 讓他離開過身生活又或者讓他往導致之後會好錯 而今日有一方同學就是打著為我的名譜不說 即使他當日能接受都不等於要繼續 當然也會是真正的恐怖 而就算最後真的接受不到很傷心 都不等於至少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致要做的就是為什麼不告訴他 就是讓他知道前後的前度而言 或許他是選擇權 假設他必然接受不到 但他必然是謊言接受的 虛戒和復 而有關才是有關 可能說了之後會造成後果世界會亂 其實我想說的是有關才是過於斷視的 那你又怎知道世界有可能會亂 而是否因為說出去世界會亂 我們就不用這個消息去說出去呢 現在也有說過他說可能50年18年之後 世界可能會滅亡 因為氣候亂發 那我們是不是因為怕世界會亂 怕他們接受不到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這個消息 又等到50年18年之後才在後悔才是能夠破壞 不是的 我們應該現在就不會說 又跟他說這個消息之後等科學家等 我們一起可以用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不是有關同學所說的退社大學 而是把群眾效益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有關同學所說的貴大社會問題 根本就是自然有問題 即使退一步說 真的有可能出現對方的 有關所說的擔憤 但也不可以剝斷人類的選擇自由 因為當然這個分數就可以作出選擇 從而錯出的不同的可能性 因此當我們回到裡面 是主角你們本身 拋開所有世界的國際法律 都去看 還有各位都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 平時說謊都可能不好 可以向世界每一個有關同學所說的 有非常大的選擇 影響著全球的人的選擇 而你知道你自己現在甚至將來都很可憐 不過你們最親人 這種永恆世界的壓力會有多大 而當你知道你自己不說的話 會壓殺不做的可能性 不安無罪又會有多重 而當這種壓力有一個不成功的地道 有關同學是否還會為了擔心不斷呢 謝謝 解放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 2分53秒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來有請月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有請先講可以 時米時米 請坐的 可以 請坐的 請 大家好 有方來到if明顯是有幾個問題出現了 第一就是有方說知情權的問題 有方主編就說人類有知情權 所以跟別人說 但問題是事實上在現實世界都好 人類的知情權不是無限大的 例如各個政府可能都有些機密 有些保密法 為什麼有些機密是不可以讓其他公眾知道 就是因為有些機密公佈會被全世界知道的時候 是會對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所以今天透過虛擬世界如是 就是我們衡量兼兼兼公佈天下的時候 除了三個自知情權 更應該是看對人類社會七十億人 造成什麼實質的影響 這是第一個有方要替我解釋清楚的問題 第二就是有方今天 政立變系的態度就是什麼呢? 我為自己的事 總之人為自己的事 總之我講得出來 將我的道德 令自己好過一些 盡了我自己的道德責任 就可以了 將我自己承受不了的事情 趴給別人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有方自己一副主編都承認 這是影響著全人類的一個動作 但有方的態度是什麼呢? 別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你做什麼都不要緊 總之我盡了自己的獨特責任 其實右方說完出來 你想人類有什麼改變 想怎樣呢? 其實都是沒有了 我盡了自己的責任就可以了 甚至右方義父終於說到 我們說出來就可以 科學家都好一起解決這件事 但問題是怎樣解決 怎樣解決 就是想逃來一個新的世界 解決完之後怎樣呢? 怎樣解決 右方是完全不清不楚 拋兩字出來就說論證得了 所以就是右方今天完全沒有論證過 你改完出來之後想人類有什麼改變 想怎樣 甚至有方主編說的一些尼克遜 福島的例子 跟今天變題不同的地方 就是尼克遜的記者改完出來之後 可能是揭露一些公義 揭露政府原來做一些不當的 原來正在錄音 要改變他 問題是右方今天改完出來 你想有什麼實質的改變呢? 沒有的 純粹就是信也好不信也好 總之我趕了出來 人類有什麼改變呢? 不關我的事 我盡了我的道德 能不能走? 這是否就是右方今天正立變題的態度呢? 第二 右方喜歡說 我們給他一個選擇權 這樣的話 好選擇權 我們看看有什麼選擇 其實只有來過 要麼走 要麼不走 先看走 走的時候 你是怎樣逃離這個世界呢? 用什麼方法逃離? 逃不逃離得到呢? 逃離的時候 要承受什麼風險呢? 右方是完全沒有說過 問題就是因為右方你說給他選擇權 但原來這些選擇 右方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的時候 有些什麼選擇 這些選擇行不行得通的時候 右方不是給他選擇權 右方是給他假希望 因為你最前路 全人類要承受的風險 完全不清不楚的時候 右方是不是這樣呢? 就算就是右方剛剛義父說了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朋友離婚 你趕不趕? 問題是右方今天是什麼? 你明知道朋友知道完這個消息之後 他可能脫離不了老公的生活 或者說他無法解決這件事的時候 右方都知道 今天全人類是沒有選擇權 但是兩個選擇 右方都知道是不行 或者右方都沒有論證過 走不走得通的時候 右方不是給他選擇權 而是給他一個假希望 你強加他們今天要承受的痛苦 給全神類的問題 而痛苦就是 我書中也說得很清楚 人類和人和人之間的感情 是維持著我們的心理 因為我們是固體動物 而右方今天講完公告天下之後 我書中也說得很清楚 你是摧毀人類這麼多年以來 對於一個世界的認知 對於一個世界和人際關係的看法的時候 你是摧毀心理的支撐的時候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月方問題成立 謝謝 月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3分26秒 有超時 請評判在封紙上面酌量扣分 接下來是台下發文的環節 先由甲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月方台上便員提問 甲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而月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答 台下發文時間1分鐘 台上準備1分鐘 再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有15秒的一丁提示 之後由月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甲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文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文可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台下發文環節 現在開始 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員 作第一條台下發文 準備好請江可兒 示米示米 請問評判和月方有沒有問題 可以看清楚的 好 可以 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方台也認為 虛擬世界是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利益 所以擔心公告天下 未必會每個人都相信 擔心資訊過多會有很大的心理衝擊 所以就不知好過之了 但我們看回80年代的切諾貝爾事件 蘇聯也是第一次面對著這麼大的核事故 所以蘇聯也不知道有什麼後果 不知道說了市民信不信 不知道公告天下能否解決 所以就刻意隱瞞 所以想問右方同學 是否不公告天下 這種刻意隱瞞 避免公眾恐慌 就是合適可以保障到大家 多謝各位 月方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叮 請問問您 請問您 谢谢观看 准备时间完结 请月方派出一位便员答便 你一分钟时间准备请识声道可以 识咪识咪 识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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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大家好 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请有方同学不要再偷换概念了 今天有方同学用什么来做例子来类比 核事故来类比 但是核事故和虚拟世界有什么可比性呢 首先说回 核事故说出来是可以避免到对人类的影响 说出来是有正面的影响 但是由我主便开始问有方同学究竟讲虚拟世界这件事出来有什么好的影响 或者有什么好的影响 有什么成效呢 有方是说不了的 有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这么短视 我们应该讲讲将来 那我们不应该这么短视 那我们现在看看将来 那将来我们可以有什么解决方法 有什么成效呢 有方一直到义父都没有讲过 所以根本上讲出来就是会带来伤害 而且没有实质的成效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公告天下了 谢谢各位 刚刚監獄中学的老师和我说 我只是听到叮叮 但是其实过了15天之后 我是有继续叮叮的 那这个情况交给评判长 有两个小分 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说的是 那是因为真的听不到叮叮叮叮叮叮叮 所以我们的原先会不 其实他也不对 他应该要是时候收手的 但是如果他听到叮叮 因为现在是3分26秒 如果正常来说3分15秒 他听到叮叮叮的时候 他都已经收声 但是如果到26秒 其实刚才真的听不清楚 我们都明白的 聽不清楚? 我是... 我是... 正方的位置 那個台風台我是編輯不到的 就是跟進一下 好啊好啊 請閉嘴 那我們繼續比賽 大家有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有請劉方派出一位便完成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對不起 市咪市咪請問是否聽到? 請問是否聽到? 好啊 我去賽會那邊聽吧 好嗎?謝謝你 你可以先記錄一個分 謝謝你 不好意思啊 是 接著有請劉方派出一位便完成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請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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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方派出一位便完成第一條的台發問 好 可以 正 大家好 有方只是為了減輕自己的心理負擔 然後就將真相公告天下 但是 有方是將自己承受不到的東西 然後推給其他人一起承受 令到別人情緒崩潰 請問有方 你們所說公告天下的價值 怎樣可以抵消別人所受到的傷害呢? 多謝各位 甲方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叮 最近 需要等 unknown 很高峰 喔 谢谢观看 準備時間完結,請隔坊派出一位電源答辯 另外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先講可以 字咪字咪 清楚的 可以 定 評判在這位,再次,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其實是偷換過鍊 他認為我們將真相說出來之後 是減輕自身的負擔,人將負擔傳移到人家身上 但是今天我方由頭到尾在說的 就是因為認為這件事是涉及公眾利益 因為我們知道這件事會改變大家對於世界認知 甚至人生未來的態度 像有方同學所說,可能他知道情感是假的等等 我們就應該讓大家知道 然後去改變他們的人生未來的態度 甚至今天有方同學曾經問過我們 我們如何穿梭真實世界 所以這件事正正在說你自己單獨的力量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公布天下 另外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 然後用群眾的力量一起解決問題 謝謝各位 接著下來請甲方拍出一位辯員 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我請先講可以 請問評判和月方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 可以 聽 主席、評判、卓俠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認為不應該公布天下 就是由結果論出發 認為說出來不一定有好結果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開心 以我們今天參加的辯論比賽為例 其實無論輸贏也好 我們都會想知道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真相是擁有著最高的價值 而憑藉著真相 我們可以知道究竟找什麼方法去改進 但今天有方同學的邏輯不是這樣說 他說公布了賽果之後 可能會對某方的辯源帶來傷害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賽果 人人都可以最佳辯論完 這就是最理想的方法 在這個情況下 不如約方和你告訴我 賽會會是否掩蓋真相也沒有問題 只要大家開心就好 多謝各位 月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叮 請稍為 請問我們 叮 叮 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一分钟时间准备请先访可宜 是吗? 是,清楚的 可以 叮 大家好,一方句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 参加辩论比赛 我想问一方同学,你这个辩论比赛的可比性 和今天公告虚拟世界的真相的可比性在哪里? 要有方解释清楚 你参加辩论比赛就是想知结果才来参加 你本身为了赢,才来参加 和今天公告虚拟世界的可比性在哪里? 又是有方需要解释清楚当中的关系 然后有方跟我们说 有方完全不看好处,只是看坏处 有坏处就不说 问题是有方要解释清楚 就是公告虚拟世界的好处 有方解释得不清不错 有方说给选择权处好 那选择有什么选择呢? 甚至有方说 说说让其他人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样就好一些 但是如何调整,调整什么心态 有方全部的好处就是论政党不清不错的时候 而有方今天的主编讲得很清楚 就是人类公告完天下之后 对人类带来的一些实质心灵上的伤害 你是在吹飞着他整个世人 对这个世界对人类关系的看法的时候 如果没想过以后有权毁 知道论阅监没这样 过 hari 现在先请月坊派出 sieme 已去活填 应该是话 使 degradation 我需要声音 点击 請問評判和甲方同學聽不聽到 是清楚的 可以 有方今天舉了很多例子 有講到核洩漏、疫情、辯論比賽 但我們今天完全看不到有可比性的 就例如核洩漏和疫情 如果不公告天下的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辯論比賽 選手已經知道自己可能會承受一個輸了的結果 而且就算輸了 他承受的心理壓力也不會有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完全看不到跟公告天下有什麼可比性 請右方同學正面跟我們解釋公告天下的成效 為什麼會這麼迫切 以及右方同學台下發文的時候就說 說公告天下就會改變一個人的態度 那究竟是改變什麼態度怎樣改變呢 請右方正面解釋 多謝各位 教科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兵 還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呢 改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完结,请甲方拍出一位辩员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先讲可以 今天有方同学就跟我们讲说 辩论比赛和现在我们讲说去世间有什么合比性 辩论比赛都是辅助我很多情勇 然后现在这个世界同样都是辅助我很多情勇 那是亲情人性等等 所以当你辩论比赛之后输了或者输了这个世界 你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你可能会想逃避,想知道结果 所以其实这两样东西,有方同学说是本身 其实这两样的性质都差不多 然后有方同学说可能态度会转变的问题 其实在短期,可能人们确实会做出一些心理抗担 但是如果说他们都会,你没有人否认 可能他们会接受到,然后从而去那边自己的心 是更加直接的分数 谢谢 我想问一下胡浩江评判,你现在是否编辑到 现在可以了,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接着来气,截便的环节 双方截便有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叮 因为在笔简区的关系 调查刻 主转 politici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小时候看小说,都会想像自己是书里面的主角,才可以亲身感受到主角面对的矛盾 辩论来到Gibben的位置,不如就等我们切身处理,想像一下自己就是活在虚拟世界的人 面对世界是虚拟这个真相,究竟应不应该公告天下? 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真相,我都有责任每天公开呢? 何况自始至终都无法指出世界是虚拟的真相,究竟有多重要,多迫切,是为何一定要全世界导致? 何况全场说得最多的就是道德责任,不公告,不是善意的方言,又会令他们会在毛指当中 刚刚听的话,好像很有道理,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要说真话 不过我不说出真相,并不代表我说大话,我都没有再一个假的事实来骗人 而再听下去,老师不是有教过我们要想清楚后果,不可以乱说话吗? 其实作为知情者,我的责任除了好像有方同学所说,是应该将这个真相说出来 我都有责任去确保公开这个信息,是不会对全天下的人都造成严重的伤害 其实有方的主编都承认过虚拟世界这个真相,是会颠覆了人类的认知 所以我要说,就是因为我说了就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令自己不会愧疚 然而这个逻辑是完全不合理 为什么你将一些你认为自己都承受不了的东西公开出来,大家都不会跟你一样感到崩溃呢? 而事实就是我说了出来,就会有人因我的公告而感到崩溃,生活大受影响 甚至是会有人因为抵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而选择结束生命 有方同我是否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知道不同的真相 但你和我都不会每个都说出来,说是为了责任,不说都是为了责任 世界的虚拟这个真相,又是否真的一定要说呢? 接着来到我的第二个疑问,不知道世界的虚拟是否一个问题呢? 流行全场都说我们不能骗杀人知道真相的权利 但不知道这个世界依然运作,知道了就不能当无事发生 哲学家索赞黎生都说过,过渡的信息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全天下人都知道世界虚拟这个残酷的真相 就会为他们带来不能承担的痛苦和不幸 他们会怀疑一切的物质和感情是否虚假 会发现世界上的亲情、友情、爱情都不是出自真心 原来他们一直活下去的动力都只是建基于这个操控者的剧本 甚至是虚解的时候,这份痛苦都不是你和我可以想象到 其实有科主编一开始都说大众是未必会打算信 其实你们是不是都只是想他们知而不是信呢? 哦,其实是不是你们都只是想他们情绪崩溃感到痛苦 并不是真正的为全天下的人着想? 其实你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公告之后会有好的结果 也没有从正面回应过公告之后会有什么成效 为了什么目的? 既然公告之后一点好处都没有 反而要面临全天下都陷入痛苦崩溃的风险 公告又是否值得?是否应该呢? 其实即使世界虚拟是一个真相 但如果天下人从来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损失呢? 其实这样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甚至是危害的生命 这些痛苦反而是因为告知才会出现 今天有方说了很多例子 又福岛又肺炎又切落贝尔 但其实这些事根本和虚拟世界完全没有可比性 这些事不说的话 这些事不说的话全世界就会受到感染甚至是生命危险 但虚拟世界不说根本不会有任何负面后果 拆穿真相 很多时候都只是想将错误纠正 人类就不会继续挫下去 但有方同学说 会在虚拟世界究竟有什么错? 没问题的话公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面对去还是留在虚拟世界这个选择题 所涉及的是他们将来的生活甚至是生命 我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假如他们逃离 我又可以用什么方法去确定他们逃离之后 真的会觉得更美好呢? 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公告天下 多谢各位 月峰劫变发言时间为4分0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有请甲方劫变总结 你有4分钟时间准备我请先说可以 见面是吗?请问听不听到? 清楚 可以 请问 主席 听官在座各位大家好 中官全场 发言有方由之之中 并是懂得利用变题当中 对虚拟世界的事实公布天下之后 有可能导致的各种未知结果 和和方得争中中未必出现的极端例子 随便在扼杀身主虚拟世界当中的人 他们的知情之外 更加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去主导自己的人生 除此之外 游客后后宣布想補决大局 难道他们将这个有可能为世界下来的 互损变的机会收起心底 就是为神战登上吗?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在世界杯的头唱商 有没有在你旁边 你会不会因为拍摄 又被人笑而放弃这个大口机会? 相信大家都不会 其实游客一直在担心要承受美丽的方向选择逃避厌室 順便剝蓋好事革新的機會 來到影片的位置既然有觀眾開題 除了一些罕見的極端例子 不如讓我們由帶這個傳見結果去審視這條題 在大眾不知真相之後會導致的各種後果 其實可以用兩條問題來概括 第一就是現實世界和所有世界是否會互通 如果可以互通的話 情況就好比事實不寒一揚 他們是得知我們世界有幾根美好 自然就會努力各種方法脫步 又或者他們會因為嚮往自由而選擇去探索現實世界 但如果不高高之塌 就連大家一起同心協力改變的機會都好 而如果是不可以互通的話 大眾就會為了令到虛擬世界更加美好而努力 而且大眾也可以為了未來有機會去到現實世界而遺予籌 就好像疫情一僵 相信大家都不爭同 因為未有疫苗去解決而讓疫情隱瞞 同樣道理 尤其未有辦法去真實世界 問中刑應該知道生存於虛擬世界的事實 第二就是現實世界的環境是否比虛擬世界好 如果是現實世界比較好的話 無可否認會有人因此深受打擊 但是比起一決不爭 更加有可能的是把悲憤為力 努力去令到虛擬世界變得更加好 與此同時對現實世界有著希望 從而更加有動力目標去生活 而如果在虛擬世界比較好的時侯 他們很可能因此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大眾也都會在得知真相之後 選擇去不去改善自己的人生的劇本 其實無論是上述的哪種情況 在得知真相後都可以令到民族的思想自由解放 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路下 另外不如我們轉個方向 由感性理性的角度去收視這條變態 首先在感性的角度 由我已經承認了變態的主人翁 在由這個今中大約事實的時候 會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 公告天下就必定可以釋放他的心理負擔 不過有方有擔心的壓力 把全世界帶給全世界 但其實不知真相之後 更加大的可能是大家一起用群眾力量去解決 之後由離生的角度去出發 而無論只出了我們應該要無時無刻都說出真相 給大家都有平均的選擇機會 就好像醫生面對癌症病人 預先告訴他已經時日無多 讓他選擇在有限的時間內容量生活 而不去突然離開狐行中心 因此我們審視變態不應該透過行為所帶來的 內規或體態型的體態去決定 而是執負於行為的對錯 滿足所有人的英國的知情權 以及被大眾選擇自己命運的機會 因此將真相公主於世 是正確的行為 眾上所述 將虛擬世界公告天下不論對全世界的主人 擁憶或普羅大眾 都會有好的影響 滿足大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因此變態來答應了 多謝各位 甲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 五所一秒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過一段落 大家請稍等一下 下一題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 教階辯論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分 次佳一位得2分 餘下一位得1分 現在我們先請聖賢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胡浩江先生給了一些評語 請問胡浩江評論聽到嗎 是聽到 是 現在先請聖賢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胡浩江先生給了一些評語 我講一講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條辯論 其實我覺得都挺認同正方結辯所說的 就是今天是一條英然性的辯論 其實不是應該只是考慮你弊 對於正方來說 強了一個位是說 你公佈了好也好 不好也好 最後出來其實這一點如果反方博了你說 公佈出來可能不好 其實你正方強的位是說 公佈本身就是有他正確的地方 譬如說你主線所說的那些道德的問題 一些 就是你今天看條片 是你應該公佈天下 那你作為一個人 你是不是應該做這件事呢 考慮的標準就不只是你弊 所以這個是正方強的位置 其實這是帶著我對政法 隔壁雙方的一個建議 就是你很需要清楚自己 覺得你打這條問題 你應該知道你最強的位置 就是不夠清楚 就是其實雖然隔壁雙方用那個類比 可能不太合適 就是辯論比賽 但是如果你用你的說法 你說人是有這個不知情權 公佈了可能會令到他心理受壓力 那你要去證明的一點 就要說到究竟多嚴重 就是究竟今天公佈了 是可能令到他們有一些 很強大無力感的 或者不能夠挽回的 那這個就是你強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不論隔壁雙方也好 也好也好也好 都需要清楚自己強的一個位置在哪裏 那就主打這些位置 那雖然我這樣說 說隔壁雙方也要理解自己強一點的位置 但是不代表你不需要有交鋒 那就是你都是要回應對方說的話 就是我看到今天其實 大家去回應對方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 拋回論證三人給對方 說他們沒有論證到 但是有些時候其實 對方有說過 但是你就可能就 不知道當聽不到話 真的聽不到 那就說你沒有論證到 那就好像大過了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需要警惕 是需要避免的 那主要來說就是這麽多 謝謝 浩江評判 接著來有請可峰中學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李梓政老師及袁治愈 大家好 我也贊成剛剛評判說這條題是應熱性 所以我們討論應熱性的時候 其實政方那個主辯稿開出來是很美的 就是他講道德責任那些 其實就 會擁有一個道德高地 所說的應熱性方面 我想是會比較有利 但是反方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在 二副那時候的攻擊才出來了 如果我看回我寫 其實可能如果你們真的有些實際的例子 例如首先你們有說 一副有說 知形成不是無限大的 但是為何去到 世界是 或者不是虛擬的時候 會為人類帶來的災難的影響 那我就覺得好像這個例子不夠說服力了 就是會不會早一點 可能一副已經可以拿出來說清楚 究竟那個災難性的影響 會是怎樣 有沒有一些實際的例子可以說得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政方有說話科學家一起解決問題 這些都是很口號色 但是都是去到反方二副才再問 究竟科學家怎樣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些比較可能 早一點出的話就會對於 反方在攻擊 我認為正方的講完道德高地那一陣子之後 怎樣去令到那個辯系 可以回到一些黎章戰那裡打 我覺得遲了一點出 還有正方我也贊成反方說 舉例的時候好像舉得有點奇怪 就是為什麼會用到辯論比賽 是不是臨場出的例子 還是其實一早寫了呢 因為似乎真的沒有任何可比性 本來是虛擬 根本大家都不是在同一個層面的時候 我覺得去舉例那一刻 可能正方要再留心些 怎樣可以更加好 在這方面射法 穿多一點 大約是這樣 謝謝 謝謝你指定評判 最後有請廖寶山紀念書院 中文辯論隊教練 許正陽先生為比賽級評語 大家好 剛剛那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寶貝的意見 其實全部意見我都很贊成 那我就在一些細緻的位置上 可能我再補充多一點 首先主線的位置上兩位評判都說了 那我就不如我再說多一點在交鋒的位置上 我也很同意剛才評判說 大家交鋒的位置上不太夠 那我細緻說多一點 例如今天 越方 一附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們有打到對方的疫情 暴事 即是你有踏出來 去追求別人的追求的公義 即是追求目的和成效 那我覺得是打得好的 我反問對方到底的必要性在哪裏 但是去到越方二附的時候 你還是繼續追求同一件事 就是我對人類有什麼實質的成效 對人類有什麼改變等等 其實去到二附的位置 我就不建議再繼續用一些反問去追求同一件事 其實我建議到二附應該要去收局 例如你說回 即是代表甲方今天有什麼問題 今天甲方沒有說到人類有什麼想要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實質的作用 你可以先用你的主線等等 但你去到二附要給一個答案出來 不要再繼續反問下去 如果不是內容分上我覺得是有少許 可能是有少許差一點 去到甲方那邊 其實甲方也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給出很多文章 就說對方沒有聽到 即是對方沒有說到 沒有論證 但是都是給一些說法出來 但其實我是想聽到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裏 這個就是希望甲方可以做到 另外甲方二附都是一些論證上面 不知口誤還是怎樣 你小心一點 就是你說到對方的世界 你說粵方是一個很短的事 但是你的論證的內容 是說他很過分的擔憂 你用字上面 可能就要小心多一點 去到交互問答的時候 其實雙方 隨著剛剛評判說的那些比喻可比性 其實也是沒有什麼可比性 但是我建議粵方跟我出來答問題 答回問題的時候 就不要問要甲方解釋可比性 應該是粵方要解釋可比性 不是在哪裏 我覺得為什麼它沒有可比性 兩個的差距是在哪裏 我覺得應該是由粵方答問題上 應該要答出來這樣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去到結辯的位置 都是有承接前場所說 都有追回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都不錯 那我就簡短一點評語這樣 謝謝 謝謝許正仁評判 今天比賽的賽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掌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月方劫辯梁河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各方得票為兩票 月方得票為一票 換言之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甲方華英中學 恭喜 我們在一起 未來的不決心 發票 價格